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您收看新聞大百話 我是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文化大學副教授 郭震亮 大家平安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達時間文集 翟軒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蔡英文拍板定案 渴望在明天來宣布 兵役要延長到一年 然後也終於要接受 媒體的提問 事隔744天 明天下午要親自召開 記者會宣布 一期延長的做法 然後據說他是敗選之後 有產生了一段猶豫 一直到月中的時候 就這個月月中才決定要做 那我們就在想說 月中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來搜一搜這個時間點 我們先聽知情人次的講法 他說敗選之後 總統府對於義務以延長一事 確實有一陣子 呈現不明的狀態 那高層也召集了 這個邱國正 還有府院的核心人士來開會 一直到月中的時候 總統府的態度才明顯是要做 那月中的話 我們就去查了 我想說是不是想害賴清德 因為果然賴清德在12月8號的時候 宣布要參選補選 所以是不是故意要卡賴呢 故意要讓賴清德接下來難做 反正接下來也不干我的事 你賴清德想要出風頭 我就給你一個義期延長 讓你逆風一下嗎 當然他總是還是要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看 現在這個民進黨的做法 他們說現在要用這個查詔案 就延長兵營要從查詔案 改成審查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拉著這些在野黨 全部一起來背書 就是分擔掉這樣的一個輿論壓力 所以藍營就炸鍋 就反對就說 這個事情根本不需要變成 這個審查案 你自己行政命令公佈就可以了 你過去不是也好幾次 這個兵役的調整 過去六度兵役的義期調整 你也從未經過立法院 現在你完全執政 不敢完全負責嗎 要把這個藍營一起拖下水 那人家也在講 你看柯建民說 暗示行政院公佈之後 然後到立院查照之後 會採取將這個主導案 用這個開放美豬模式來進行 所以網友在那邊講說 這什麼意思 是義男當成豬嗎 這怎麼會用美豬模式來進行 所以反正現在看起來 就是要故意走立院這一招 分散掉大家對於這個民進黨 一個抱怨或者是一個怨念 那的確我們現在看起來 因為我們這個台美 現在不是要這個關係越走越近嗎 那可是這個中國大陸 動作又開始出來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被圍台軍演 可是東部戰區的動作不斷 現在東部戰區宣稱要對台軍演 而且東海的戰雲密布 美軍雙航母夾擊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遼寧號 包含了尼米茲號跟雷根號 南北夾擊這個遼寧號 當然遼寧號就是跟中俄聯合 這個2022的相關動作 可是當你雷根號 尼米茲號有動作的時候 解放軍立刻也是出動了轟六的機群反制 還有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次 中俄的聯合軍演 解放軍的軍機 在這個ADIZ這邊 也創了一個新高的紀錄 71架次進入到AZIZ 我們看到這相關的圖片 這非常頻繁的一些經過 所以現在看起來台海怎麼就在這一個 好像快要跨年的這一個當口上面 看起來又像是兵凶戰危 好像快要一觸即發 那我們另外也看到這個解放軍 也還公佈了一些相關畫面 他們眺望中央山脈 然後聲稱是要回應美台的挑釁 來捍衛主權 而且中國大陸的海軍 也罕見的用雙體無人機航空母艦 他們有這個畫面的曝光 那軍事專家就講說 可能會用於台海戰爭 甚至歐亞時報還講說 解放軍用這個VR來模擬相戰 他們的模擬據說就是以台北市 為一個模擬的對象 所以他們又帶起VR 來進行相關的模擬 我們真的要達到相戰了嗎 我們真的離戰爭 已經這麼這麼的近了嗎 所以可以看出來 中國大陸一切都在準備當中 中國大陸的軍力現在大躍進 美國他們說我們也有在緊盯 看看中國大陸2025年的軍艦 說據說要達到400多艘 比起美國還多出100多艘 新型的005航母的模型公布 也採用核動力嗎 現在大家也在關注 還有殲20的發動機電子系統 座艙設計也在升級 但是美國這邊 也有一些相關的動作 中國大陸也在緊盯這件事情 他們說美國的偵察機 一年達到南海這邊有600架次 所以中國大陸的專家 就說我們現在中國大陸 要做更多更好飛出去的準備 所以這一切動作會不會就是 因為台灣跟美國 有這樣的一個國防授權法 所以開始讓解放軍 整體都警覺起來 整體都預備起來了 美國的軍援真的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會不會高興的太早 因為當初是講說 是什麼120億如何如何的 現在看起來是從這個 要變成貸款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同天美國還通過了 這個綜合撥款法 只授權提供2023年 20億美元的貸款 是賣武器又順便貸款給台灣 美國它的算盤當然是做生意 這個炮生意響黃金萬糧 才是美國到處在這邊 挑釋的最終目的 那另外我們看看 對台的軍援 現在無償軍援跳票了 前國防部的官員講說 以色列其實對美國來說更重要 所以看起來我們台灣 是不是有一點好像 對美國來說 只是這個利益上面 是他們的著眼點 那我們另外看到 王毅也提到了 他說中方採取堅決行動 反制美國的強權霸凌 他也跟布林肯通了電話 他說你美國 不要總是在國際社會上面 好像對外在那邊講說 我跟中國大陸合作 但是背地裡又一邊在捅刀子 所以難怪這一次 中國大陸要這麼大動作的 給美國一點警告 也同樣也是讓這個 現在目前台海的局勢 更加緊張的一個 這個目前的狀態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國安會拍板 要研議一年是民進黨知道 美國這一關沒過 那未來兩年也不用混了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是在卡賴 胡說八道 卡賴國民黨當選 蔡英文不是死更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 民進黨未來兩年 最重要就是要拉住美國 這麼重要的議案 你連這個都不能處理 美國為什麼要挺你 更不要說挺民進黨的 總統候選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那個 最誠實的還是我們柯建民中招 因為他知道這個對選票有影響 所以他就要把被查案 改成審查案 你知道吧 所以他才是最高的 我坦白說 那個兵役議期的調整 歷屆已經有六次 都是國防部宣布就算 因為兵役法規定就是 四個月到一年之間 所以這個行政權宣告 就已經成立了 而且蔡英文還要大張旗鼓 國安會議完之後 明天還要開兩年來的記者會 第一次 對啊 多令人感到興奮對不對 好好提問 興奮莫名 事隔745天 好像不能好好提問 有限定提問 有限定 一定要講提問 表示說他重視這個議題 所以他要宣布 就表示 我覺得他就是要向美國表示說 這是我做的決策 既然是總統做的決策 國安會議通過的決策 那立法院為什麼要審 對啊 你不覺得柯建平這樣講 邏輯上有點怪怪的 所以顯然就是立委 區域立委 不願意被國民黨拿去做文章 說你看 就是你們這一些人愛當兵 所以他要逼國民黨進來表決 你國民黨投贊成也不是 投反對也不是 坦白講我剛剛問 因為國民黨立委孤隱其民 他說他們要好好討論一套 他真的會批評這個問題 你如果投yes 就是說你看 你也是主張當兵 你說我們什麼 他如果要反對 那就得罪美國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把國民黨拖下水了 我覺得柯建平顯然是算到這一點 因為他知道區域立委 有很多人覺得這個議題會傷到 所以那可是 因為坦白說 這種議題應該是國安議題 是國防部的議題 我們歷來 國安議題跟國防部的議題 如果是送到立法院 會改成審查案 多半都是在野黨反對 通常都是在野黨要求改成審查案 比如說美豬 美豬國民黨就要求改成審查 甚至要求要公投對不對 我真的是 我當立委十年 我還真的沒有看過 執政黨主張改成審查案 我們柯總教實在太睿智了 睿智了 風險分擔 所以他的政治IQ遠超過我 要恨不要只恨民進黨 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其實這個案子 其實就是說兵役延長一年 你要考慮到它對於台灣 整個防衛上是有沒有幫助 對 一年夠不夠 這個是應該進入實體的討論 因為這個中間的話 你花掉很多社會成本 很多年輕人 他本來可以突入到工作崗位 對 我們現在很多這些需要勞動力的 那現在就要花 再多花六個月 八個月的時間 那是不是對我們的勞動力的供給 會產生影響 然後兩岸關係的話 現在要進入軍備競賽 或者這種 雙方動員競賽的話 是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這是一種動員競賽 為什麼當時我們過去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是兩年兵 一無一舊兩年 為什麼現在改成四個月 那現在又要改為一年 改為四個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兩岸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和緩 那麼大家都看到一個比較正面 光明的一個相互的未來 那就不需要去搞得劍爬怒章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經過蔡英文的六年多以後 本來是一個和緩兩岸關係 搞得這麼緊張 那是不是他的政策出問題 政策出問題去把政策 檢討這個政策 兩岸政策 還有這個外交政策 是不是有問題 那是不是有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檢討政策才能夠釜底 你現在一年 你就會 你的戰力會提升嗎 對不對 那事實上美國也沒有真兵 美國也是募兵 世界各國都是募兵制 原因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武器的操作 都需要長時級的訓練跟專業 它的複雜度 都比過去的武器超過很多 單兵攻擊 排攻擊 這些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候 那樣子的一個作戰方式 現在你看 它第一個就是衛星導航 對不對 然後無人機 然後飛彈防禦 然後這些刺針飛彈也好 你的標川飛彈也好 它不是你的 浮兵役浮個一年四個月 你就可以熟悉這種武器操作了 那這些部分的話 現在為什麼各國都採為募兵制 你可以去看 當年為什麼要改為募兵制的原因 就是你訓練一個 義務役的 你還沒有訓練完 他就已經退伍了 那你要重來再訓練 訓練以後 真正發生戰時的時候 他可能還沒有完全訓練完成 他的戰技 他的各方武器操作 複雜武器都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兵制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打人海戰術 打巷戰 肉搏戰 你需要比較多的人 那需要單兵作戰的技能 如果不是這種作戰的話 事實上的話 你還是募兵 以專業的軍人 做長期待在部隊裡面 做這種各種複雜武器 操作的訓練 然後對各種戰技 經過長時間練以後 他是比較符合現代 現代化作戰 以及現代武器系統的 一個比較好的一種 也就是軍隊的組成方式 你看美國就是沒有真兵 世界各國搞真兵的國家不多 都是募兵制 因為軍人 軍人就是要怎麼樣 職業化 職業化以後 他不是三兩年 他就一年 你現在這個真兵 一年就走 一年就走 大部分的職業軍人 就在訓練 不斷進來了 又走進來了 他戰力真正能夠提升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所以這個是可以辯論 還有為什麼現在要一年 到底他的利弊分析 還有有沒有美國的一個 後面的壓力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都要 對外面要有一個這個 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明 這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黨團 要把它變成審查案 那麼就是讓國民黨 考驗一下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 他們的政治判斷 跟他們專業精神 在這個問題上 因為牽涉到 廣泛的年輕人的權益 也反映出將來 我們兩岸作戰的形勢 這些部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覺得蔡英文 也沒有對台灣社會說清楚 為什麼要改一年 一年以後你的戰力會提升嗎 一年以後你的戰力就變成 比現在四個月好嗎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 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作為反對黨的話 有義務要把這些問題 希望這個執政黨 要把這些問題要解釋清楚 好 請教賴老師 我很負責任地說 因為我很有經驗 單兵作戰 你的戰鬥的技巧不夠好 死得快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的一年兵的這些士兵 如果訓練得不夠好 不夠紮實 他在戰場中很短的時間內 他的生命就會消失了 因為自我保護的能力 絕對不夠的 如果對方的武器裝備 訓練都比我們這邊好的話 你只要送到戰場 他的傷亡率就會非常的高 這一點我覺得要牢記 我們做家長的 還有我們現在的高中大學的 年輕的孩子們 你們要想清楚 這個兵役制度 對你這一生的影響會很大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們在上個禮拜 當蔡英文說要召開國安會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要把兵役制度延長了 因為他要找更多人來背書 他自己本身不願意擔起這個 最終的決策者的角色 他要把國防 國安等部門都拉進來 由他們一起來背書 然後現在要再送到立法院 找國民黨的還有民眾黨的來背書 那都不去問問我們年輕人 跟他的家長 他們到底怎麼想問題 都不去問 所以現在國民黨自己本身 也要做一個決定 你是要滿足美國人的要求 還是要滿足台灣人的要求 如果你要照顧到台灣的年輕人 照顧到台灣年輕人的父母 他們的感受 你就不應該去出賣台灣人的利益 去滿足美國人的利益 民進黨 蔡英文當局 他們想要出賣台灣人的利益 滿足美國人的利益 就讓他們去做 這些出賣台灣人利益的事 但是國民黨沒有必要 為了討好美國人 跟著民進黨一起去背叛台灣人的利益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為什麼兵役 我們當初要從十個月一年 改為募兵制 最主要就是因為在高技術 我們用簡單話講 就是高科技的戰爭 高科技的戰爭 一年兵絕對沒有辦法 也就是徵兵沒有辦法去滿足 這個時候怎麼辦 當然要走自願役的募兵制 這個就是當初演算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解放軍的戰力 就有越來越高科技了 他們的高科技的含量 是越來越高 所以徵兵的一年的兵 沒有辦法去適應 大陸是徵 募 合一 相結合 他們的徵兵是兩年 但是在徵兵的兩年中 他們可以轉變成為自願役的 長期服役的這樣的一個軍隊 所以他們的專業性質是比較高的 尤其是海空軍的專業性質是很高的 台灣你即使把四個月回到一年 你還是徵兵 你基本上來講適應不了這樣的一個戰爭 有人說那韓國為什麼走這個徵兵制 韓國面對的朝鮮是落後的 朝鮮的軍備是落後的 他沒有高技術條件的 而韓國的士兵的武器裝備 是比朝鮮的軍隊還要現代化 還要先進 所以這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台灣聽到很多的 那些彈頭將軍 都用韓國為例子蠢 我再講一句蠢 朝鮮的武器裝備是很落後的 大陸的武器解放軍的戰備 的軍力是先進的 是現代化的 真的是不要夠蠢 最後講一個 解放軍為什麼在這兩天 從25號到27號這一段時間 71架次 早晚飛 穿越台海中線 47架超過 總共是 47架超過台海中線 對 它總共是71架次 就是兩天找晚飛 也就是說有 他在告訴你說 我有夜戰的能力 不但是驟戰 就是白天打仗 我晚上也有打仗的能力 然後還有水面的艦隊 還有無人機整個搭配 這個是完全是在針對 美國的對台授權法案 強化的提高了 對台灣的整個軍力的部署 戰力跟強化跟強度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不要被美國人來打牌 拜託 不要學烏克蘭人 不要學責任司機 他的名望知識度 低到指標25的時候 出賣烏克蘭人的利益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不要走上這條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幫我忙回來 有.. bona 到現在